在早期的潜艇身上 通常有两样你现在一定是看不到的东西了 比如我马上要做的这个模型 从海底出击里面的德国U96潜艇 在它的剑手部位有一个鞋子的 像是支起来的锯子一样的结构 它是干什么的 另外你看 其实在有些的剑手的下部也是有它的 第二样东西是 从剑手拉到剑桥 再从剑桥一路拉到剑尾的这样的缆绳了 它又是干什么的 要是你已经有了答案 就把它写在留言区吧 好 它俩其实都跟一个东西有关 返潜王 这是一种悬挂在类似空桥 或者是浮标等漂浮装置上面 垂到海里面的 用钢丝制作而成的大王了 它们通常会在海里面跨越一个较大的区域 在这里组成针对水下潜艇而言的 既特殊又有效的障碍物 毕竟在那个时候 探测水下的潜艇的手段还十分有限 与其去围它还不如围自己 把自己的重要港口给围起来 让敌人的潜艇进不来 谁说进不来的 有盾就有毛嘛 游艇前面的那个锯子呢 就是用来在反潜网上割出一道口子的 然后这个缆绳就像是你撩开门帘的手一样 可以将网子给撩过头顶 这样它不就能够顺顺利利的穿网而过了吗 它们一个叫做割网器 一个叫做跳线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因为你给你很想想看 但是我看你比较好 根本是这一道路 给更多简单的 是我